中国再一次抛售了113亿美元的债券 这不仅仅意味着中国继续减持美债 也成为了美国的最大债主国 这一消息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 然而金灿荣却以他独特的观点引起了更大的关注 给人一种全新的思考角度 金灿荣认为 中国抛售美债的举动实际上是一个后发制人的策略 这是明智之举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但可以肯定的是 中国的决策将会对国际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一 中国为什么要减持美债 中国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 其中一部分投资了美国公债 中国需要确保投资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因此 适当减持美债可以降低持有的风险 此举也是中国多元化资产配置的一部分 减少对任何一种资产的依赖 以防止潜在的经济风险 中国的减持不仅是经济考虑 也涉及政治因素 长期以来 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和政治冲突不断增加 减持美债还可以被视为 中国向世界传递一种强硬的政治信号 中国可能希望通过这种行动来显示其决心和能力 以抵制美国采取可能对中国利益不利的措施 此举也可能是中国试图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 寻求更多的话语权和对国际规则的重塑 此外 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债主国 在美国政策制定中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 通过减持美债 中国可以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 推动其采取符合中国利益的政策 例如 中国可能希望美国政府在贸易问题上更加灵活 减少对中国的制裁和限制 二 美对华新冷战 科技战是美对华新冷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采取多项措施限制中国科技企业 旨在削弱其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力 例如对华为通过技术封锁和限制 金融战也是美对华新冷战的战略手段之一 美国通过对中国企业和个人的金融制裁 试图削弱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生物战是指利用疫情等生物安全事件来对抗中国的战略手段 例如 此前的新冠疫情 美国就妄图在国际舆论上对中国进行抹黑 希望国际各国能够对中国提出批评和指责 想着通过这样方式能够削弱中国的国际形象 认知战是指通过媒体和宣传手段来影响公众对中国的认知和观念 通过发布一些虚假信息来塑造对于中国的威胁论 国际舆论战是美对华新冷战的一个重要方面 为了限制中国的影响力和地位 美国不遗余力地将对中国的批评和制裁纳入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 举例来说 美国在联合国 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内不断向中国提出质疑和批评 旨在削弱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三 中国策略 中国对美国的策略可以概括为八个字 分别是保持稳定 合作共赢 要知道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一直以来都秉承着和平共处 相互尊重的原则 因此也希望避免新冷战的发生 中国之所以采取了后发制人的策略 既有所节制又避免了主动挑衅 中国更倾向于观察和回应 中国希望通过克制和谨慎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这种策略既表明了中国愿意和美国和平共处 和平合作 但也绝不会主动迎合美国 而是会根据具体的局势来决定如何应对 在一些非核心利益问题上 中国可以做出一些让步 但绝不代表着中国惧怕美国 只是中国更加的灵活和务实 希望通过适当的让步来维护双方之间的关系 然而 在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上 中国将坚决还击和反制 以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 中国拥有坚定的立场和底线 当自身的核心利益受到威胁时 将主动采取行动来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 金灿荣教授提出了中方应后发制人的观点 体现了中国在处理与美国关系时的灵活性 和决策能力 和美国保持合作关系 必然对双方都有很大的好处 毕竟中国有着巨大的市场和潜力 堪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同时 中国也有能力通过多元化投资和贸易伙伴 减少对美国经济的依赖 你认为这场博弈中国该不该进攻呢 美日韩戴维营峰会刚落幕 中国就给日本大理 震撼国际格局 本月18日 美韩日在戴维营如期召开峰会 而这场峰会没有我国参加 却处处有我国的身影 当然 这场峰会中明显表达了拜登方面 对我国日益增长实力的担心 以及朝鲜面对和震慑时表现的团结 在谈及南海问题时 不掩饰表达我国行为存在危险和侵害行为 并插手提及岛内问题 并且发布了三份成果文件 并不代表美日韩正式形成三方联盟 但对于日韩而言已经是大胆之举 毕竟在历史上 韩日关系并不和睦 敌意依旧还有 尽管在美国撮合下 有了和解 但想要韩日取得更加实质性进展 或许还是比较困难 就像西方媒体所说 尽管我国作为日韩主要贸易伙伴 但面对美国的约束下 日韩领导人也表现出不同以往的强硬 不知其耻宣称 我国在南海支持非法海洋主权的威胁和挑衅 反对我国改变现在印太地区海域的现状 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 三国在南海问题上发出的最强烈共同谴责 与其说是谴责 或许狼狈为奸更合适 美国打着国际法幌子 招摇撞骗 为维护自己统治 为所欲为 填补支持 尽管美国方面称 戴维迎峰会为美日韩的新时代 但在我看来 就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夫 在一所精神院开辽养晦 口无遮拦 痴心妄想着未来 不可否认 美日韩加强了三国之间协调机制 表示当三国中任何一个国家出现危机时 其余国家将为之作出反应 这种做法无异于二战思维 就是在合适时机 对某些国家发出挑战 并达到合法打压的目的 我们可以想一下 近期美要求朝放弃核武器 其实就是为了再次激起朝韩之间问题 而仁爱礁事件和岛内问题 就是借刀 杀我国崛起之势 我们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就被屈服 就在会议召开第二天 也就是19日 中方宣布于9月17日恢复北京到琉球那坝的航线 这无疑是给日本一个大大的惊喜 据悉 自本月11起 已经着手简化琉球民众申请中国境内签证 可以到我国祝福刚总领事馆直接面前 这份惊喜并非偶然 也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有一些人认为 这是中方对琉球方面7月中旬访华的回应 毕竟7月份琉球高层玉成丹尼随团访问中国 而这也引发日本内地热议 很多日本民众认为中国准备打出不承认冲绳是日本的口号 其目的就是牵制日本在岛内问题的干涉 其实早在6月 我军援某部参谋长孙建国就表示 倘若我国用历史数据说明冲绳为中华文化圈 让琉球独立 日本方面又会作何感想 无疑 就如日本网友所言宣战 但我们又会作何反击 艾跃进教授曾言 我国想要崛起 就得灭掉日本 这里所说的日本 并非国家层面的日本 而是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的日本 尽管在上个世纪70年代 中日选择建交 但日本方面从未对我国进行道歉 更没有对本国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感到羞愧 到现在 依旧有人参拜供奉二战战犯的神社 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依旧盛行 干涉我国内政 尽管现在日本在亚洲上 有着重要的经济地位 倘若灭掉日本 会给我国在国际舆论和军事上 都会带来冲击 但艾跃进教授强调 这场仗值得打 罪在当代 功在千秋 在历史长时间格局上 灭掉日本的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 是给亚洲地区人民最好结果 无疑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 戴维营尽管看似日韩和好 但之所以历史上有着矛盾冲突 其实很大程度都是在日本一方 也就是说 日本不仅伤及敌人 发疯起来 盟友也咬 如今 我国宣布与琉球进行通航 尽管日本地区反应强烈 但事实终究是事实 依旧波茨坦公告规定 日本主权并未涉及琉球群岛地区 而仅是由美戴维管理 之后没处于地缘政治方面考虑 在1971年 也就是我们国家与日本正式建交前一年 将其统治权私下交给日本 并且纵容日本设立冲绳线 这一系列操作完全看不出来多合法 显然我们也就不承认日本在琉球的合法性 并且琉球受中华文化颇深 尽管日本近年来将大量日本人迁往琉球 依然改变不了文化的影响 现在有超过90%以上的属于日本移民 尽管土著仅有10万 但到现在 大部分琉球人 依旧认为自己是华夏的子孙 琉球人民对日美驻军行为的反对声 早已羁押许久 美军单方面占用18%拥有驻军 军事设施建设约40余处 我们都很熟悉美军军纪 一直并没有得到好的风评 这也让琉球人民痛恨至极 经常抗议 希望驻日美军队撤出冲绳岛外 而这次中方重启北京到琉球的航班 简化签证 无疑增加两方的沟通交流 今年7月中旬访华 其中玉成丹尼访华期间 前往北京琉球国墓地祭拜仙人 我们要知道 琉球王国与我国有着长达600年的交往历史 而这历史也将随着航班开通来续写 随着我国与琉球航线开通 无疑对日本造成失去该领土的风险 但请日本证实问题 获取琉球的手段都是非法的 何谈对其琉球领土的合法主权 简直就是荒谬之谈 我们必须证实 日本之所以能如此猖獗 其背后有着美国撑腰 甚至有时候韩国也在想 日本究竟是侵略者还是合作伙伴 毕竟日本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从未消失 依旧存在 处处需要我们提防 在适当时候果断出击